这几年她的工作也慢慢有了一些起色 挣的钱可能也比以前多了 即便这样您还是不支持她在外面吗 我觉得还是不靠谱啊 我就想让她回到我身边找个稳定工作 过普普通通老百姓生活 你待这儿总是会觉得心里没有底 这样阿姨我觉得您反反复复地说 你特别希望她能够陪在您身边 是 可能跟您迫切地需要她有关系 你就告诉告诉她 你到底有多需要她 没有她的日子你怎么过的 过得有多难 是啊生活不好就吃普通的 现在上市场买菜买说白了买过顿菜 或者人家处理的那个什么 有时候还捡点菜 反正什么便宜买啥 就是没买过好的 过年像人家几个盘子几个碟子 我家也有亲属 我妹妹姐姐他们让我上他们家过年 还有哥哥 但是我在谁家过年也不如在自己家过年 好像踏实 别人家是大鱼大肉都有 但我心里头不知道怎么就贩毒 你会一直等着电话响 等着儿子给你打电话 议员觉得她要混出个人样来 事业有成 回去照顾你 就是她最大的梦想 但是对于您来说 有没有那些钱不重要 只要她人在你身边就行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她说混出人样来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太遥远了 我觉得是好像有点 我就觉得好像不太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所以对您来说 您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什么最重要 我觉得她跟我回家最重要 这是你最需要的 对这是我最需要的 议员听了母亲的这些要求 你有什么感受 你会暂时考虑考虑 放弃你想留在北京打拼的梦想 回去妥协一下吗 我觉得我该坚持的东西 我不能放弃 我坚持了很久 那你也听到妈妈刚才说 她一个人在家生活有多不容易 你在北京不容易 妈妈一个人在老家也不容易 能不能把两个不容易的生活 拼在一起 让她变得容易一些呢 日子好过一些呢 我现在如果回去的话 我所有东西我全都要放弃 重新开始 而且我还赚不到钱 什么呀在这儿那儿的 你可别拿啥了 这样我们听听看 张家老师没有什么看法吧 哎呀不容易 能感觉到真的真的是不容易 我觉得也别太生儿子气 前面您没上来之前 我们跟儿子说了 他还小 您看您今年儿子快三十了 对吧 但是实际上他的年龄肯定不到这岁数 你说对 他还更像个小男孩一样 是 小孩子犯了错误 回家承认错误怎么样啊 他回家放下书包 他溜边 他也知道错了 他也想张嘴跟妈认错 但是他说不出来 他张不了这个嘴 他没到那时候了 所以这个是儿子还不成熟 这块您也别太伤心 是 他总有这么一个没想开的时候 前头儿子还小呢 没长大成人呢 您说他这个头发这么留着 一定到了有一天 他觉得留着不舒服的时候 他才能通过话讲 否则您越减 您让俩越闹 是 他会觉得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 一定要经过他有过一些 他吃了亏了 上了当了 有了挫折了 他自己再慢慢回来 有一天如果回来了 别骂他 别落井下石 别说小子你才明白 别这样 他的事接回来 所以我劝您 想开点 别再要求儿子什么了 现在要求求不着 也求不来 这不是您一个母亲想要 儿子现在真正能够理解的 他会爱母亲 但是他不理解 谢谢 谢谢哦